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家人当场下滩在地 我妈打来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跑工地 张嘴就吃了一口羊尘 她没发现一样 语气很兴奋道 你哥要结婚了 我一顿脱口而出道 那姑娘瞎吗 妈妈没听出话里的意思 可尽得夸小姑娘有福气 能嫁给我哥这样的好男人 得亏是跨省电话 我眼白都快翻上天了 就我哥 除了身份证和跨当里的东西 能看出是个男的 做的事情哪样是男人该做的 还好男人 男人是死绝了 她不是骗婚 我妈极力否认 是本地姑娘 家是清白 只是有个小要求 得买套房 我忙着实地核对图纸 漫不经心地回到 那就买呗 小姑娘吃大亏了 我妈乐开了花 不断夸奖道 还得是我姑娘 能赚钱还孝顺 真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我赶紧叫停她的表扬 这一顶顶高帽子戴起来 不得加钱 您直说吧 有什么事 给你个房子付个首付 不多 十万元 我立马拒绝 工作满打满算才一年 哪来这么多钱 我妈嘿嘿一笑 怎么没有 我可一笔笔算过 月工资一万三 租房和水电 每月五千元 单位提供用餐 货食费不用支出 来回地铁 每月五百元 行啊 合着我不用买衣服 裹着上班 拉屎不用只用手 可这样 还差一万 我妈爽朗一笑道 不是有加班费 还有夜餐餐补 加起来正好一万 不愧是老会计 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 以前刷抖音 看到过一则心灵毒汤 父母最大的恶意 就是在子女刚工作 尚未有自保能力的时候 过分索取 加在我身上更加夸张 我妈向我索取 是为了哥哥 那驮狗狗循环物 她见我不回答 叙叙叨叨说 你哥没用 从小不听话 啥事都不会做 不像你 懂事听话 靠自己找到好工作 哟 现在长脑子了 知道我哥是个人渣 我的好姑娘 出个钱 咱帮帮哥哥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这个好女儿 肯定得帮啊 妈 套房够吗 要不别墅吧 独栋的那种 你有这么多钱啊 有啊 我在缅北工作 一天嘎一腰子 我妈乐得连声说要得 还得是我大闺女 第二天 我妈就收到了房本 只扎大别墅一状 上标阴宅 四状四十四号 我是爸妈的老来女 别提有多宠 人家是南韩女孩都一样 力争一碗水端平 我家是女儿好 女儿是快饱 哥哥和我争 肯定得让我 哥哥和我争洗碗 妈妈一定让我来 哥哥要学做菜 妈妈把他赶出厨房 因为我要学 我妈亲手教会我 洗碗 做菜 洗衣服 哥哥从来没有这待遇 我年年都是学校的动手小达人 我妈逢人就说 我女儿棒 做家务一帮好手 嗑瓜子的大妈捧跟回 还得生闺女 我听了洋洋得意 亦不容辞承包家里的洗衣烧饭 我爸也是更亲近我 他给哥哥报了私立初衷 价格很贵 但要住校 只能早早离开家 而我读的虽然不是好学校 但天天可以回家 我妈会留一碗白粥 爸爸吃剩的鸡骨头 这两样东西对妈宝女可是暴击好吗 妈妈时常和我说 以后读大学工作就在他们身边 舍不得我走远 可惜要嫁人 我天真的说 不嫁 一辈子陪着爸妈 妈妈哈哈大笑道 哪里有女孩子不嫁人的 女孩子总有一天要变客人的 不过 要记得咱们这个家 要和哥哥相亲相爱 我疯狂点头 爸妈这么爱我偏心我 哥哥太可怜 我肯定要帮他 现在想起来 回忆杀我 只想狠狠抽自己嘴巴子 多怪那时候 没反诈而软件 爸妈使得不就是杀猪盘吗 从小把我当猪仔养 哄着骗着 就为长大了慢慢割肉 幸亏我醒悟得早 全靠家庭聚餐那杯猫尿 命运的齿轮才开始转动 家庭聚餐那天 我如往常一样 五点起来做全家的早餐 熬了爸妈爱喝的皮蛋瘦肉粥 为哥哥单独蒸了党参乌鸡汤 他最近通宵打游戏 得补补 汤很快做好 香得嘞 等爸妈和哥哥吃完早饭 我洗完衣服上桌吃饭 妈妈一如既往 夸我做得粥好喝 爸爸又开始数落 哥哥啥事不会做 妈妈点头硬喝 再次提醒我 姑娘 你以后多照顾照顾你哥 爸妈走了也安心 我眼眶发红 赶紧表示 爸妈肯定长命百岁 我肯定好好照顾哥哥 晨会结束 爸妈心满意足 打着宝格外出散步 我抓紧时间扒了两口饭 还得去市场抢晚上聚餐的食材 七大姑八大姨齐聚一堂 自然又是对我一顿胯 还是我小妹聪明 拼着高龄也要生女儿 又懂事又听话 这买卖值当 以后啊 儿子的彩礼钱和你们的养老钱 都不用愁 爸妈爱听恭维 一杯杯敬过去 已经喝得红光满面 我爸大舌头说 女儿好 是个宝 爸妈贴心小棉袄 换房换车 还养老 我在边上傻乐 但越听越不对位 什么换房换车 这不是重男轻女家长 才会做的事情吗 我爸继续大舌头 以后 我的厂就给儿子 大姨接话 那闺女给啥 我妈立马回答 闺女操啥心 我早就规划好 从小学家务 读书不用太好 但要考大学 大学就读教师专业 有钱人肯定满意 找个有钱人 嫁妆意思点 不给都没事情 亲戚纷纷举起拇指 妙啊 实在是妙啊 后来 正如爸爸所言 哥哥从野鸡大学毕业 继承家庭小作坊厂 而我什么都没有 连大学都要求勤工俭学 好在 我总算长了脑子 从妈宝女醒悟过来 他们哪里是宠我 分明是偏心哥哥 从小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学习上进 考不上就买分上高中 再不行就花钱出国 找不到工作 厂子都给他 所有资源都给了哥哥 他们却还要扑我 全心全意帮衬他 竹心啊 我也表达过不满 他们很惊讶地说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可是要嫁出去的 你哥要传宗接代 肯定得给他呀 对于我买阴宅这件事情 爸爸打电话 表示强烈谴责 我正在看电视剧 手机信号非常差 我说道 啥 您说啥 彩礼不够 行 我再寄两刀明币 爸爸气得要挂电话 妈妈赶紧拦住 闺女 咱别闹 周末回趟家 妈想你了 嗯嗯 我也想您 寒暄完我立刻挂断电话 在外工作一年 过年都没说 想我回家 现在想了 是想钱吧 真直白 比我想摸 英娇的胸还直白 周末六点到家 餐桌上 已经没什么菜 我一屁股坐在两个椅子上 拎起鱼尾巴 哟 客人都没动快 鱼倒是只剩尾巴 我妈叹气 你哥最近创业失败 心情不好 晚饭才吃了半条鱼 合着 我本来连鱼尾巴都没份 我爸听出话里的意思 不满道 你是我女儿 说什么客人 我挠头 这话不是你和妈说的 我要嫁出去的 迟早是客人 今天客人回来 你们就这样待客 心冷了 我先走了 半玩笑半真实 我说出了心里话 他们是我亲生爸妈 要我恶狠狠地同他们吵架 我做不到 但不妨碍 我把恶心扔回去 我才不要憋着自己难受 主打一个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妈妈连忙打圆场 厨房还有菜 忘记端出来了 一碗挡身乌鸡汤 不用问 肯定是给哥哥当宵夜的 鸡汤下肚 爸爸以长辈的姿态教训我 我和你妈总有一天会走 你要和哥哥相亲相爱 他说得痛心疾首 恨铁不成钢 刚好我不听 妈妈补上 小时候 我们多疼你 你哥才没那福气 我心里默念 哦 这福气给你好了 我嘴里说着 嗯嗯嗯 他们生情并貌洗脑 我全盘接收 从脑子划过 不留一点痕迹 最后 妈妈觉得效果到了 抛出主题 姑娘 上次就当你不懂事 早点把十万元拿出来 哥哥买了房 会给你留个房间 以后回娘家也有地方住 我不解 家里不是还有我的房间 我妈支支吾吾 原来是哥哥拿去创业贷款抵押了 好吗 厂子给了 败了就算了 连我的房间都被抵押 我插腰道 咋不知会我一生 按继承法 我也有继承权 我爸皱眉 我和你妈的钱 哪轮到你指点 我爱给谁给谁 行行行 我和你讲法律 你和我讲道理 我和你讲道理 你和我讲无理 好好好 你们的钱我没份 我的钱你们别贴贴 第二天 我就在当地买了房 关于我买房的事情 爸妈喜忧参半 喜的是我还是拿出钱买房 忧的是产权人不是他们的大儿子 哥哥跳脚 多头 你脑子被驴踢了 我点头 可不是吗 我哥视我为死敌 认为是我抢了爸妈的爱 从小叫我多头 就是多余的意思 可这关我什么事 爸妈为爱鼓掌 生下我为爱发电 通过时刻贬低哥哥 加在我的电容 可惜 电载过大 我和哥哥既不相亲 更不会相爱 造成今天的局面 爸妈功不可没 我懒得和他废话 自己的钱爱咋花就咋花 哥哥耿着脖子道 我妈说的 你的钱也是我的 房子必须写我的名字 我翻白眼道 你妈说的 你妈要你上进好好读书 你妈要你有事业光宗耀祖 你倒是听啊 咋的 就一半脑容量 还都控制海绵梯了 行啊 多头 出去工作一年 嘴巴厉害了 是忘了哥的拳头吗 我怎么会忘 他从小就拿拳头吓我 大一点直接实战 选着软肉隐秘的地方打 他知道打人不对 所以遮遮掩掩 想急藏急急的小人 既要展示自己的雄伪 又要遮住自己的短板 爸妈不信 哥哥会打我 一个劲让我们相亲相爱 我单方面承受他的暴力 原来家暴不一定婚后才有 不过现在不会了 我要让他彻底没这项目 聊阴角 破桃掌 汁水飞溅痛嗷嗷 挨了多年的打 我明白一个道理 口海爽一时 全硬爽一世 大学四年 我的主修从教师专业 变为建筑设计 辅修包括 但不仅限散打 泰拳 即葵花宝典 看到哥哥倒地痛哭 我毫无怜悯 就像当年的他 我直接从他头上跨过 侮辱从我做起 跨过去的是我 也不是我 童年的我 别再深夜噩梦了 你看 青州已过万重山 爸妈明白 我不再是以前那个软萌妹子 一感动好被骗 现在的我超凶 爸爸改变战术 质疑我 理解我 成为我 他和颜悦色道 闺女啊 爸爸知道 你赚钱不容易 更因为不容易 爸妈 要替你多想想 我挑眉 展开说说 你的诡计多端 不是 替我着想 我爸 暗搓搓地和我说 我找人打听过了 我们这边 马上要出现购 每个人 购房都有指标 你想想 你现在买了房子 你和你老公 以后怎么买 用他的指标 你不是倒贴钱吗 哟 咱有牌面了 让他老人家 动用人脉了 这资源 可都是留给哥哥 开路用的 我们一眼点头 又摇头 合买 产证 还是有我的名字 不亏 爸你教过我的 吃亏是福 再说现在还不亏 妈妈几乎 是让你少和家里人计较 怎么好给外人占便宜 则 在娘家是客人 在婆家是外人 里外不是人咯 反正 我要做小仙女 这份人情事故 留给他们吧 爸爸见我不动心 继续分析到 要是你被哪个 没钱的外地小子骗去 房子要分他 指标还被占 你看看 是不是竹篮打水 说得不错 这案例 我在法治在线看过 大标题 就是揭秘诡计 多端男人的骗局 看得我是抓心脑肺 姐妹啊 野菜好吃 白粥好吃 也不能当主食啊 我神情诚恳地握住她的手 爸 您分析得太对了 我爸见我心动 一副你瞧瞧 还得听大人的话的表情 她轻轻嗓子说道 所以把房子过户给哥哥 自家人有保障 我打断她的话 感谢您的理解 我打算这辈子都不结婚 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房子肯定安全 她顺时短路 不对啊 他们原先设定的是 让我不要房子 不是让我不结婚 不结婚 哪来的彩礼 不结婚 哪来的外资 论男人的诡计多端 不分年龄 不分称谓 老公也好 爸爸也好 女孩子都是他们掌心的猎物 幸好 我拜财神不拜月老 信女此生怨婚素搭配 只求钱来 钱来 钱来来来来 我妈埋怨爸爸不会说话 哪能诋毁结婚不好 我问她 结婚好在哪 她这个 那个半天 憋出一句话 等你结婚了就知道 得 自己吃了酸橘子 还装作不酸 非得让我一起酸 她搜罗城中各年龄段 未婚青年 天天给我介绍 你看这个 家里有三套房 年纪和你一样 很配 我打开资料袋 这人我熟 是我高中同学 我妈直呼绝配 配什么 配种吗 这个同学在高中就立志成为优秀基因库 为人类繁衍做贡献 结婚一年 记名孩子就有三个 不记名即飘在他肩膀上的 数不胜数 我妈还要硬凹人设 至少人家行 这话我反驳不了 很快 妈妈就推荐下一个 八套房 还有一个矿 真矿 我妈怕我拒绝 贴心地说 这个只有一个孩子 很正常 我直翻白眼 宁可真是我亲妈 无痛生娃 还是成年的那种 不用辅导功课 少走二十年弯路 还有 我倒不反对年龄差 这个老头八十岁过分了吧 是伺候他 还是伺候他儿子 我妈善笑道 可他有矿 打住 我没那么差钱 我妈叹气 我们家缺啊 你哥把场子败了 结婚买不起房子 你就心疼心疼哥哥 把那房子给他吧 我摇头 我妈急了 你以前很懂事的 怎么现在油盐不尽呢 再说 女孩子买什么房子 我问她为什么 她想当然回答 女孩子可以找个 有房子的嫁了 男孩子才要房子 你把房子给哥哥吧 听话 我的宝 女儿就该把钱给哥哥 把房子给哥哥 然后以不对等的地位 找个有房的 被婆家看清 孤立无援 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 女儿赚钱 为家里大兄弟买房 再嫁给有房的 另一个大兄弟 在这个循环里 人人都受益 唯独女儿被卖了 还得替人数钱 真是谢谢您嘞 不过在我这里 恶性循环的段 妈妈 有件事情 我本不想告诉您 但看您思想挺开放的 小妈文学都能接受 我这个事情 您肯定能同意 妈妈让我大胆说 我满脸娇羞 我喜欢女孩子 上床的那种 她的房子 她的矿场 她的外缘梦 通通破碎 书上说 妈妈的妈妈 骗妈妈生孩子不痛 然后妈妈生了我 再骗我生孩子不痛 因为这个谎言 人类才得以繁衍 同样 妈妈的妈妈 骗妈妈要帮助兄弟 然后妈妈割肉喂狗 再骗我割肉继续喂 我不想做家人口头的好闺女 见面夸得天花乱坠 背后笑我卖了自己还数钱 我爱钱爱自由 更爱自己 对于我不交房 不结婚 不正常这件事情 大姨大姑们津津乐道 大姨 我就说 不能让女儿去省外读书 没有父母看着 竟学些乱七八糟的 二姨 可不是 儿子是要去外面读书闯荡 女儿有点学历就够 早点结婚生孩子 帮衬家里才好 大姑一锤定音 我们还是多劝劝 好好的娃杂就捞了 亲戚们有时候 挺可爱的 你好他们难受 你不好 他们也难受 你好了 显得他们人生很不好 你不好了 显得他们人生经验很不好 有坑一起跳 要坏坏一窝 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大姨先开火说 妮子 女人怎么能喜欢女人 要被人家戳几辆骨的 我很委屈地说 大姨是您和我说 男人坏 男人贱 不能找男人谈恋爱 那我就找女的喽 哎呦 那是读书的时候 不能早恋 你现在都二十五了 可以找男人结婚 啊 二十四岁前不能谈恋爱 二十五岁就能结婚 我都没和男的接触过 怎么敢 二姨街上 有啥不敢的 我们不都这么过来的 爸妈选好 嫁过去就得 这日子不是过得挺好 大姑家补 女人会赚钱没用 有老公 有儿子 才是真成功 大姨大姑们纷纷点头 我保持微笑 大姨父外面有人 二姨父喜欢家暴 大姑父擅长赌博 还有烂醉的 不管家的 五毒俱全 嗯 都忙 忙点好 大姨继续家里说道 你在怎么闹 也不能不管你哥 你哥结婚 等着房子急用 你倒好 给自己买了 做人不要太自私 何况你是女儿 我 黑脸问号 我的钱买房子 我自私 二姨解释道 娘家才是 女儿家的底气 帮娘家 就是帮自己 你的房子 就该给哥哥 我咋记得 二姨年年 补贴娘家 二姨父家暴的时候 三个兄弟 没一个站出来 光收费不出力 小混混 见了 都得摇头 大姑又说 你反正要嫁出去的 有房产在身 反而让婆家说话 哪里有姑娘家 自己买的 这是看不起男方 男若男有理 女强女遭殃 妈妈被标准大结局 最后 他们抛出致命性问题 你找女的 不结婚 不帮娘家 以后老了 谁养老 几个姨 几个姑 终于找到问题关键 纷纷长辈是 名嘴点头 他们认为 我这回无法可说了 还得是 他们总结人生经验 传到授业 大姑结尾 妮子 把房子给哥哥 别和女的玩 找个男的嫁了 听话 姑和姨不会害你 对 我们都是为你好 对方 祭出万年老鲁 阁下怎么办 那咱必须听劝啊 我向爸妈深刻检讨 你们说的都对 养老是个大问题 把房子直接给哥哥 我心里不安 这一时半会儿 也嫁不出去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稳妥 过计一个孩子做养子 这房子就给他 爸妈一听 算是曲线救国 反正现在放开三孩 儿子这方面行 生三个孙子不是问题 关键以后 我的钱一分都不用给外人 都得是他们家的 不比嫁人强 妈妈见风回路转 再续亲亲热热母女情 妈也不是老古董 你喜欢女孩子就喜欢吧 我说道 不怕戳几两骨了 妈妈深情看着我 嘴长在他们身上 说就说 又不会少块肉 妈没啥本事 只希望你和哥哥两人过得好 咱大闺女高兴就行 呵 我妈还真会给我上套 一套又一套 这种高兴的事情 当然少不了七大姑 八大姨 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 指点人生迷津 从不细想自己的人生 一地鸡毛 大姨说 不结婚总不是个事 回家都没个 知冷知热的人 啊对对对 三的热气 刚好过给你 二姨说 一个侄子半个儿 过季侄子养老 肥水不流外人田 是好事情 啊对对对 老公家暴 侄子鼓掌 兄弟们都说好 大姑说 女人图钱没用 关键得有依靠 啊对对对 钱给她 老你做 后辈子捧上铁饭碗 有时候和他们聊天挺无助的 明知道日子不如意 但你不能揭穿 你得看他们表演幸福 我不是圣母 就不起他们 但我得救自己 大姨 大姑们 说的都有道理 你们都是为我好 我领情 我仔细想想 过季孩子 不能光是我哥的孩子 我要在整个家族选 你们说呢 二姨明显反应不过来 还有好事不给娘家人的 大姨立马改口说道 嗨 这年头倡导恋爱自由 女孩子更懂女孩子 大姑挤开我妈说 我家老大今年刚生了男娃 可俊磊 快瞅瞅 我妈插腰大骂道 干啥呢 都是不出五福的亲戚 还能奠记自家小辈的房子 大姨撇嘴说道 姐 你这话可不对 我们要是算奠记 你和姐夫都改名抢了 大姑街上说 再说 你家儿子是不是亲生的 咱侄女读书好 工作好 他哥咋就烂成虫 能生出豪鸟吗 我妈急了 嘿 你骂谁呢 我的嫁妆 没少给你家那位还赌债 人家做女儿的 都是往家里拿 你倒好 拿轴里的钱去补家用 要不要脸 大姑也急了 说道 我不要脸 你和我弟住的房子哪来的 还不是我早年下 深圳打工赚来的 还有老家的地皮 你们是不是占了我那份 二姨在边上大喊 别吵啊 吵有什么用 对 能动手就别避避 妈你可得争气 抓头发 掐鼻子 上啊 这几天 我被他们烦得憋了一肚子气 天天拿女德训我 还一副为我好的模样 为我好 就要掏心掏肺给娘家 吃糠燕菜再婆家 他们生活不如意 还不许下一辈女孩过好日子 为了相亲相爱一家人 和谐团结友善 我含泪拒绝过忌 这辈子注定孤苦无依 唯有房子票子 爸妈不敢和我正面硬刚 天天在我眼前自怨自意 爸爸拍自己巴掌说道 爱 那时候就不该把场子给他 才一年就败了 我磕着瓜子 可不是吗 您那时候下 妈妈拿出一打报纸 爱 我这个年纪 只能找找保洁工作 我丢掉瓜子壳说 您不是有养老金 一个月五千多 吃喝不成问题 妈妈继续叹气说道 爱 那不得给你哥买房 你又不肯出钱 只能辛苦我们两个老骨头 我打了个保格 我读大学的时候 你连学费都不肯出 生活费更是没有 您是怎么说的 儿孙自有儿孙福 美好生活靠自己 我忘不了深夜酒吧打工回来 被宿管阿姨扫尸的眼神 好像在说小姑娘真是不检点 也忘不了同学发现 助学短信戏谑的眼神 不加掩饰的说还专业女神 原来是贫困生 还有男生发黄色的短信 陪我一晚 给你一签 躺着就能赚钱 这些和爸妈说了也没用 他们有一百个理由 归结起来 只有一句话 你长大了 不能依靠家里 要多帮帮家里 爸妈再次败北 房子暂时被搁置 但不妨碍使唤我为家里做事 正好未来嫂子要上门 妈妈一大早 带我去批发市场 鲍鱼 海参 鱼胶 跟不要钱一样通通放进购物袋 妈 你钱带够了吗 她没停下拿货的手 很自然地说 我都没工作 哪来的钱 当然是你付 我粗略计算下 得小一万 不用这么夸张吧 我妈不屑地说 你哥特意嘱咐 要豪华 得给人家姑娘面子 不是 我哥的面子关我什么事 我脸大看着像冤大头 我立刻马上 没有一丝肉痛 把一万元转发给普拉提教练 我要金牌教练 一对一 给我往死里排客 等到结账的时候 我贪手没钱 我妈不信 非得查看手机 果然账户空空如也 房贷信息何时已响起 穷且欠债 狗路过都得分我点肉包 我妈只得顶着收银员 和排队顾客火辣辣的眼神 拿出贵重的食材 她一个劲埋怨道 你怎么不办信用卡 能透支好几万 我翻白眼说道 这钱得还 你给我呀 还是我去卖 她轻声叙道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让你帮帮家里 老是推三推四 哪有这么做女儿的 真的是白养了 你看看 道德制高点 又被她占领 爸妈坏就坏在 明知道自己不对 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有理 错的永远是我这个当女儿的 我是女儿 但不是女儿奴 哥哥带了未来嫂子上门 瞅了眼菜要发飙 我妈拉住她 用眼神示意我 今天嫂子第一天上门 你妹呀 还准备了礼物 我受邀吃个家庭聚餐 还得随饭钱 行啊 你们不想好好吃饭 那我斗胆耍剑 不 五剑 我拉住未来嫂子的手 亲亲热热道 嫂子 我听我哥说 你对家里的弟弟妹妹可好了 不仅给弟弟买房 还给妹妹买包 我就差你这样买包的嫂子 我摊手说道 嫂子 我的包呢 我妈立马反驳 哪里有自个儿问别人要礼物的 修不修 我道 啊 您刚才不是问我要礼物 修不修 我哥街上 这是我媳妇第一次进门 你做妹妹的 当然要意思 我说 哦 你也知道我是妹妹 还有妹妹倒给的 咋的 你多我六年的饭 从另一口进的吧 炸药一点就燃 我爸及时灭火说 好了 都吃饭 是再大 不及中国人一餐饭 吃到结尾 嫂子终于开口 叔叔 阿姨 我妈从小教育我 要学习家务 孝顺父母 我学的是幼师专业 以后 您和叔叔 就和我们一起住 我全职在家带孩子 我会生三个孩子 生不到男孩 一定不停 我爸妈笑得和不拢嘴 一个劲说好好 是个好姑娘 嫂子话风一转 不过 我爸妈也说了 必须得买房子 还有我给弟弟买的房子 不是全款 妹妹还在读高中 你们家要出钱帮我 吃完后 嫂子第一时间收拾碗筷 进厨房洗碗 为了吃瓜 我也很听话地洗碗 我对嫂子竖起大拇指 嫂子 可以啊 魔法打败魔法 法力无边 她没听懂 我向她解释 刚才的婉拒很赞 她皱眉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 我爸妈养我们不容易 我得帮他们 啊 你难道真喜欢我哥 她摇头 爸妈介绍的 他们说开场的家里不会差 我早点结婚 他们身上的担子就可以小点 我 这这这 娜娜娜 嫂子没继续 但见我开着水洗碗 霉皱得更深 你这样不行 太浪费水了 拿个盆接住 第一遍水少点 洗洁精不会被冲淡 第二遍水多点 第三遍的水 流着可以冲马桶 我相信 她真的没有说谎 我的后脊梁发冷 如果我当年没有醒悟 今天在厨房收集水冲马桶的 是不是就是我 当天我离开了家 家是儿子的家 不是女儿避风的港湾 爸妈还是替哥哥买了房 在中老年背上房贷 爸爸重新去跑业务 可惜哥哥不仅败了场 还败光了爸爸的路人员 业务恢复困难 妈妈真的找了份清洁工作 起早贪黑 要知道自从我接手家里的活 她已经很久不洗碗 不通马桶 她将工作的照片发过来 戴着橡胶手套 前面是一大池子的碗 我发了莲花的动图 配文写道 加油 离还清房贷差 108.8万 她又在朋友圈发 人老了 吃不起苦 可惜 七大姑 八大姨 还在为损失一套房懊恼 才不会帮她说话 没过几天 我妈打电话过来 话里话外 要给赡养费 哥哥给了吗 他给多少 我给多少 我妈为难道 你也知道的 她最近事业刚起步 还要谈女朋友 怎么能问她要钱 我妈发现话说得不对 立马改口说 你哥说了 等她赚钱 立马还清贷款 我也很为难地说 妈 最近我也谈了个女朋友 钱不够用 我发现话说得不对 立马改口 老板给了我一个任务 只要拿下胡子 文章上严选 获得10万赞 就给我20万奖励 能给你们很多赡养费 话柄这事 不就哥哥会 我妈没话好讲 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关心 大家维持着成年母女情的体面 才消停几天 我爸来店 直接要赡养费 我也不耍嘴皮 行 凭发票报销 但凡一个子给哥哥还房贷 我立马上法院起诉 爸爸没说话 明显是戳中他的肺管子 他们虽然没经过我同意 把我带到这个世上 但总比那些不给吃 不给穿 不给疏毒 还要头顶扎针的爸妈要好 我自然不会不给赡养费 工作后就开了一个户头 每个月存钱 就为了万一哪天 他们病了要用钱 但他们有钱科 我不得不防 早年读初中的时候 我省了一学期的中餐 炖炖白菜豆腐 就为了给妈妈母亲节 买条金项链 妈妈没问我钱哪来的 高高兴兴收下 可一直未见他戴 直到我看到哥哥脚上 那双名牌鞋才知道 我妈早就拿去金店卖了 换了哥哥重义的鞋 我有养父母的义务 但哥哥不是我的责任 帮他是情分 不是本分 我绝不做大冤种 哥哥创业再次爆雷 房子要被收走 我妈哭哭啼啼 让我卖房子 你快帮帮哥哥 他要被高利贷打死了 他名下不是有套房 卖了不就可以 那套不能卖啊 要结婚的 我的亲娘啊 他的宝贝儿子 都快被打死了 他还能做到心思缜密 非得拿我的房去卖 打灭 我妈听到拒绝 嚎啕大哭道 你只有这么一个哥哥 小时候你们感情很好的 我记得哥哥的好 那还是我五岁的时候 他十一岁 他说会像奥特曼一样守护我 后来怎么就变了 是因为我长大了 妈妈要我接手家务 对哥哥灌输 女儿就该为家里干活的思想 爸爸为了磨砺他的意志 对哥哥同样进行 不 只不过比我的惨烈 骂他 说他笨 没有我聪明 打他 说他没用 没有我听话 从此 他就恨上了我 但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 爸妈有很多次机会扭转现状 我哥扔给我一条内裤 上面有黏糊糊的东西 那时候 我已经学过生理知识 懂得男女有别 我告诉妈妈 以后哥哥的内裤我不洗了 我妈 哎呀 这有什么关系 你以后还要洗老公的内裤 你哥学业紧张 后勤工作你帮帮忙 从此 哥哥知道妹妹不需要尊重 妈妈又道 等我们走了 你哥是你唯一亲人了 从小他就拿这话恐吓我 可他不知道 就算哥哥是我血缘上的亲人 他也不会是我的依靠 我读初中那年 他带着几个同学来家里玩 其中一个男生对我毛手毛脚 我害怕得向哥哥求助 他没有理睬 和其他同学打游戏 打得火热 那个男生直接将我拖进房间 欲途不轨 我大声呼喊 哥哥 救我 他依旧无动于衷 幸好那天 我妈有事情回来早 这才幸免于难 事后说起这事 我哥嚷嚷 谁让他穿这么短的裙子 不知道还以为是卖的 我要去他们学校告老师 但他警告我 你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是我们区最有钱的 我才混熟 要是搞砸了 我打死你 妈妈坐起和事劳 不是没事吗 这是传出去不好 爸爸听了 反而夸奖哥哥有商业头脑 对我皱眉 以后别穿裙子 妈妈没心情听我续到过往 我擦掉眼角最后一滴泪 妈妈 你知道吗 你很喜欢将大道理 其中一句话很对 那就是 天作孽 有可活 子作孽 不可活 女儿祝你们 长命百岁 岁岁平安 爸妈最终卖掉了 哥哥的婚房 嫂子自然 跟着房子走了 哥哥和爸妈 大吵三天三夜 妈妈被弃地住院 爸爸忙着赚钱补窟窿 哥哥才不会照顾 他只能孤零零在医院 看人家女儿儿子 其乐融融 大姨坐不住了 打电话责骂我 你妈生病住院 你做女儿的都不来照顾 是不是白眼狼 白养你们这么大 我到 我哥死了 他不能来照顾啊 大姨说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本来父母生病 就是有女儿照顾的 你赶紧回来 我说 大姨你要是和我搬道理 我也得和你说说 女儿照顾不错 可儿子得出医药费 我哥出了一分钱吗 还有 我是不是给妈请了护工 是不是她自己辞掉 把钱要回来的 你再问问 这钱是不是给哥还债了 我妈心虚地点头 大姨气鼓鼓说不出话 我反呛道 我又当儿子又当女儿 你们倒是睁眼看看 一个个都瞎吗 等妈妈出院后 大姨大姑们又召我回去 要开一场声讨会 大姨说 没见过你这样做女儿的 家里有困难 一点忙都不肯帮 二姨说 哥哥再不对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这次你真的过分了 大姑说 好了 不多说了 把房子卖了 替你爸妈把债还了 我们认你这个侄女 这个家还能回 我问爸妈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爸抽着烟 我妈不说话 两人算是默认 我一受害者都没说什么 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 倒是叫嚣 现在是看谁说话想 帮的人就有理吗 我指着热气腾腾的一桌菜 本来还想吃晚饭 现在谁都别想吃 我趴地将桌子掀翻 赶在他们开口前疯狂输出 大姨 你老公天天在外面找小三 你有空不逮小三 也该挂妇科查查病 二姨 你老公天天家暴 你侄子 你兄弟一声不吭 嘴巴长着 只会问你要钱吗 大姑 你老公拿你身份证网贷抵押 催款信息都发我这儿了 趁着没进去 赶紧买墓地 大姨大姑们指着我 愣是说不出一句话 爸妈想开口 我又一个打回 爸妈 你们的苦是我造成的 为什么要苦哈哈地给我看 就因为我会心疼你们 那哥哥呢 为什么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 还有 你们打的什么算盘 我又不傻 真的不知道吗 我当你们是父母 你们当我是肥羊 天天问我要钱 去补贴那个没用的东西 说得好听 女儿是贴心小棉袄 心里只记得那件破夹克 给钱 给房 给家产 还要薅我的羊毛 今天 是你们要和我断 这个家我不回了 没人敢开口 旺财不要命地路过 我顺手给了一巴掌 她汪汪叫跑开 爸妈终究没和我断 也没道歉 妈妈如往常一样 发工作的图给我 我只读不回 感情淡了 再也回不去了 我倒是在工作的地方 碰到前嫂子 她正在搬砖 全身灰头土脸 我递上水 问她来这干嘛 她苦涩一笑 和家里人断了 我很惊讶 她可是女得优等生 她摸摸眼泪道 想通了 原来 家里要她嫁给八十岁的老头 就是有矿的那位 可豪门阔态不好做 老头天天打她 妓子骚扰她 更重要的是 一分钱都不给 娘家人都以为她见钱眼开 不肯管家里人死活 天天上门闹 后来老头就和她离婚 但老头的钱都是婚前财产 一分都没捞到 我本来想回娘家住 哪里知道家里的房子卖了 给弟弟创业 给弟弟买的房子 说好有我一个房间 结果我被他赶了出来 我只能安慰他 日子会好的 回到公司 怀孕的女同事在说 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这台最好是个女儿 儿子啊 靠不住 还得是女儿 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 如果只想着女儿的好处 请不要生下他们 他们是善良温柔 但这不是他们被压榨的原因 女儿 不是棉袄 需要温暖整个家 更不是蜡烛 需要牺牲自己 照亮哥哥弟弟们 前进的道路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